在六四天安门时间22周年纪念日将近 天安门母亲5月31号发表公开信 披露中共公安部门今年多次私下接触某位死难者家属 表示想用钱解决问题 天安门母亲31号在网站上公开发表不容亵渎六四亡灵 不容损害六四难属的人格尊严的公开信 有127名难属签名 公开信写到到目前为止 我们用了整整22年的时间 记录下200名三位六四死难者 还有很多很多没有找到 或者尚不知道他们家属的信息 在我们已知的200名三位死难者中 有一些是在抗议军队实施暴行时被活活打死的 有一些是在抢救伤患和搬运死者尸体时被击中倒地的 有一些是在居民区的胡同或街巷里被戒严部队追杀的 有一些是在居民楼的家中被戒严部队的乱枪杀死的 有一些是在现场拍摄照片时被射杀的 经我们反复查证核实 在目前已找到的死难者之中 无一人有任何暴力行为 他们均属于那场运动的和平示威者和和平居民 信中表示近年2月及4月北京市某区公安部门出面 找到居住在当地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的某户难数 进行所谓的私下沟通 不谈公布真相 不谈司法追究 不谈就每一位死者做出个案交代 只单单提出给多少钱的问题 而且强调这只对个人不对群体 天安门母亲负责人丁子林对海外媒体说 当局已连续几次找到难民难数 表现出一种异常急迫的心情 而天安门母亲们的态度很明确 第一不能认同来人的身份 他的身份并非政府的哪一个相关部门 而是由这20年来一直监控他们的公安部门 这不能表示政府的诚意 第二解决六四这么重大的问题 不能够用私下沟通解决 不能用暗箱作业 要谈就要光明正大 第三不能认同只对个别人 个体不对群体 虽然中国当局今年在六四问题上 有个别接触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 但六四22周年临近 天安门母亲之一的徐决表示 今年他们受到的压力比往年还要厉害 白天黑夜都被看着 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仍然无法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 公开悼念亲人 天安门母亲的公开信末维指出 受茉莉花革命影响 中共当局非常紧张 因此收紧了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镇压 以致中国的人权状况严重倒退 中国出现了六四以来最强硬的时期 全国上下变得鸦雀无声 正是在这种严峻的背景下 偏偏出现了公安部门 与个别六四难数的私下沟通对话 这岂不是一桩多多怪事 丁子林向香港民报指出 这是中共的试探做法 还是为了维稳 因为茉莉花勾起了他们的恐慌 而六四是他们欠下的一笔血债 天安门母亲们一直在发声 让他们睡不好觉 丁子林要求当局以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他说欢迎当局与他们接触 但过程必须更公开 身份要明确不要暗箱操作 不要个个击破 以为靠钱能买到一切 新唐人记者上宴 博尼 丰和报道 刘密文杰획 凯曼博尼 丰和报道 由复博尼 丰和报道 首语替 libros 律師明 感谢观看